靴子终于落地了,从广州恒大今年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,以及此前媒体的风声来看,卡麦瓦罗罗成人国族主帅,只是时间问题难以。 现在,这一切都成了恋病,也就没有多争论下去的必要了,那,就看成效如何呢? 卡麦瓦罗成人国族主帅,是影响最大的,毫无疑问是广州恒大,很多人会担心,卡帅的经历必将飞散,会不会影响恒大的战绩呢? 这点,其实是几人妖天,因为,国族的班比,依旧是与恒大学人为主,从哪种意义上说,卡帅只是带着努力之广州恒大在中战而已,俗话说,有肆突必有回报, 广州恒大赛主税都借出去了,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,首先,在赛程上,足协肯定得照顾,当恒大赛程密集的时候,接下来要将赶上国家对比赛日,为了保证双方的成绩,恒大有可能适动地领袖调整赛程,如此,恒大球员也就不会出现其来作战的情况。 其次,如果卡帅转正的话,在明年的东窗,恒大估计依旧会有大动作,这个动作,就不是指外人方面的,而是国内球员,像林立民、何超、张欣勒一样,又一拼出类拔萃的国内球员,或许也就顺利加盟球队。 届时,恒大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国族一对了。